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天无所事事地过着 然而 好的运气跟好的一生 从来都是要靠自己去争取的 天上不会掉馅饼 你自己越是努力 你才越会接近好运 刘景正说 为了让自己运气好 你今天应该做什么 每天都要思考什么问题 还要有明确的未来方向 一步一步做的话 就会接近这个好运 可见很多时候 不是没有好的运气 而是你自己没有去争取 所以你才没有拥有它的资本 要知道一个人的好运气 是靠自己一点一点挣来的 今天竹子将和大家分享的是 身上有这种特征的人 命会越来越好 说到汉王帝 后世人最大的印象是幸运 当年刘邦去世后 吕后残害皇子 除了自己生养的 唯独放过了不受宠的刘衡 别人争夺地位 都是费尽心思登上权力巅峰 汉文帝兵不血刃 不争不抢 一顶皇冠却从天而降 落在了他头上 在位23年 他休养生息 以德化民 开创了封建王朝第一个盛世 文景之志 有着一代明君的美誉 他是二十四孝 亲肠汤药这一故事的主角 是封建帝王中 九富盛名的大孝子 他感动于民间小女子 提营的尚书 废除了肉刑 这一壮举标饼史册 千古流芳 他还是唐太宗李世民的执政朋友 唐太宗专门给汉文帝 举行过大型祭祀活动 时常说 汉文帝怎样怎样 我也要如何如何 世人都羡慕汉文帝生而逢时 从登基到治国 似乎都不费吹灰之力 殊不知 所有的好运 都是汉文帝自己攒来的 汉文帝登上地位 颇有戏剧色彩 旅后去世仅两个月 就发生了一场宫廷政变 以太尉周伯为首的功臣派 把吕氏家族赶尽杀绝 汉惠帝早逝 吕后立的后少帝 不被大臣所承认 地位空玄 谁来继承皇位呢 刘邦的孙子刘湘 在铲除诸吕的过程中立下大功 是最合适的人选 但他的出色 却引起了功臣派的忌惮 功臣派不愿意推举 这样一位强势的帝王 刘湘就这样被淘汰出局 后来郁郁而终 于是 代王刘衡 作为刘邦仅存的两个儿子之一 走进了功臣派的视野 捡了个便宜 功臣派拥立刘衡 是有自己小算盘的 刘衡年长 又人孝的美名 又没有外企势力 况且 吕后死后 刘衡一直安分守己 既不起兵 也不四处联络 毫无争夺皇位的野心 这样一位默默无闻 宽厚温和的人当皇帝 功臣派放心 汉文帝登上地位 有幸运的成分 也是汉文帝数十年如一日 小心谨慎 低调行事的回报 吕后掌权时 在杀了三任赵王之后 有意让刘衡到赵帝任赵王 当时 代帝地处偏远 贫穷落后 匈奴还时不时来侵犯 而赵帝地处中原 富庶繁华 但刘衡以怨守代鞭为由 死不就任 在代帝一待就是十七年 正是靠着这种低调示弱 汉文帝才在旅后肆虐的十五年间 保全性命 活了下来 也正是靠这种慎重当心 汉文帝才完成了 从代王到帝王的平稳国度 当登基的喜讯传到代帝时 汉文帝并没有喜行余色 这是皇冠还是历见 一时还难以判断 他先是找大臣商议 然后拜见母亲伯太后 接着战卦 又派自己的舅舅伯昭进京打探消息 伯昭进京了解到实情后 我速赶回代帝 对汉文帝说 是真的 大臣们是真心拥立你 千万不要再疑神疑鬼了 汉文帝听到舅舅的话笑了 才准备车马进京 到了京城附近 他还是不放心 再次派亲信及快马去观察局势 知道丞相陈平 亲帅百官在魏桥相迎 确保万无一失后 这才乘车和朝臣相见 生在帝王家 谨慎是最好的护身符 稍有不慎 就会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对没有把握的事 尽言慎行 是汉文帝笑到最后的法宝 也是他的处世智慧 面折周伯 险恶的生存环境 养成了汉文帝 小心谨慎的性格 但谨慎并不是胆小 关键时刻 汉文帝也敢于亮剑 魏桥相见时 太魏周伯一见到汉文帝 就上前一步说 希望能借一步私下交谈 汉文帝还没说话 一见到汉文帝 就立即上前一步说 希望能借一步私下交谈 你讲的是私事 当王者无私言 立即上前说 看着周伯狼狈不堪 请公开讲出来 你讲的是私事 当王者无私言 一个下不来台 即上前说 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 请公开和周伯 你讲的是私事 当王者无私言 一个下马威 即上前说 你讲的是公事 除此之外 汉文帝还搞了一场 正直秀 当周伯跪下来 尽县玉玺的时候 让所有大臣 想不到的事 还搞了一场 正直秀 汉文帝推辞不受 当周伯跪下来 尽县玉玺的时候 让所有大臣 想不到的事 发生了 汉文帝推辞不受 他说 当皇帝这事 太大了 自己不敢承命 这场正直秀 不过是做做样子 显文帝再三次即位 最后 总算答应 登基成帝 这是汉文帝的原创 这场正直秀 不过是做做样子 后世 凡是没有按法定程序 答应登基成帝 都会学着 汉文帝的原创 一让再让 这叫 后世 凡是没有按法定程序 登基的皇帝 都会学着 汉文帝的样子 一让再让 这叫 词让 它是典型的 外柔内纲 心思如此 入住皇宫的第一碗 都会学着 汉文帝通向未眠 一让再让 这叫 第一道教书 控制了京城守卫的军权 第二道教书 控制了皇宫警卫队的军权 第三道教书 大赦天下 赏赐百姓 一系列操作 干脆力索 雷厉风行 既保护了自己的安全 也安抚了天下 赏赐百姓 一系列操作 干脆力索 雷厉风行 既保护了自己的安全 也扫清了自己 皇宫上的威胁 汉文帝 头脑清醒 他没有白白辜负 而是凭借自己的能力 和智慧 乘风而起 在此后 汉文帝 他没有白白辜负 而是凭借自己的能力 和智慧 扛风而起 所谓的好运 汉文帝 要接得住 才算术 巩固皇权 汉文帝 更是让所有人 对光臣派 毕恭毕敬 每次退朝时 汉文帝 都站起来 目送周博离开 而周博 总是 对光臣派 毕恭毕敬 待到实际成熟后 汉文帝 都站起来 不送周博离开 而周博总是 周博是又丞相 待到实际成熟后 汉文帝问他 汉文帝 第一个打击的对象 要判多少案子 周博打不上来 汉文帝又问他 一天上朝 朝廷一年 收多少粮食 周博还是打不上来 周博打不上来 汉文帝又问他 朝廷一年 收多少粮食 也因此而来 这件事过了不久 周博就上表辞去了 又丞相之位 汉流浃背的成语 后来 也听此而来 周博再次出任成像 不过没周博 他再次受到了 汉文帝的打压 后来 当时 陈平去世 周博再次出任成像 不过没多久 他再次受到了 汉文帝的打压 对黄泉 是个极大的威胁 汉文帝采纳了 结交联盟 猎之国的建制力 让这些猪猴们 是个极大的威胁 汉文帝发出后 不但无人执行 还遭到诸侯们的 强烈地质 汉文帝建筑 找到了周博 对他说 不但无人执行 还遭到诸侯们的 强烈地质 这些为周博 对他说 不但无人执行 还遭到诸侯们的 这些为执行 列侯之国的赵令 回到自己的封地 将无人执行 还遭到诸侯们 周博再一次 被免去 列侯之国的赵令 带着将侯的头衔 回乡去了 列侯之国的政令 最后并未执行下去 汉文帝 却借着将侯的头衔 回乡去了 周博回乡不久 被人举报谋反 关进了大牢 虽然最后被释放 但周博 从此淡出了 汉乡不久 被人举报谋反 关进了不到三年的时间 虽然最后被释放 但周博 从此淡出了 汉书的政治舞台 牢牢地掌控在自己手里 用了不到三年的时间 他懂得拖鞋 也会斗争 不得致时 韬光养晦 牢牢地掌控在自己手里 一旦抓住机遇 他懂得手腕强 也会斗争 打破了执政初期 陈强主弱的局面 一旦抓住机遇 也手腕强硬不留情面 打破了执政初期 陈强主弱的局面 所谓的好运 要接着性才算数 封强不留情面 逢他破了执政初期 陈强主弱的局面 对全臣 邓文帝毫不留情 但治国理政 汉文帝 光是忍得 是我国历史上 少许的人均 邓上皇位 有一次 汉文帝出行 有个人突然从桥上 冲出了 经了他的毛友的人均 派德文帝差点受伤 有一次 汉文帝大怒 立即抓捕此人 交给廷尉神礼 经了他的马 结果 派德文帝差点受伤 汉文帝知道后 气不打一处来 说判得太轻了 结果 廷尉只判了罚钱 与百姓共同遵守的规则 现在 说判得太轻了 就是这样规定的 结果 廷尉说 法就会失信给你 法是天子与百姓 共同遵守的规则 如果一次处理失当 现在 整个天下的用法 都会出现 轻重失当 皇上要重判 法就会失信于民 希望陛下明察 如果一次处理失当 整个天下的用法 才说 听众失当 老百姓怎么办 希望陛下明察 依照法律条文办事 沉默了很长时间 才说 也是他的人词 在历朝历代 都是难能可归的 平时行事 有大臣指出不妥之处 文帝觉得他的人词 也会欣然介绍 历朝历代 都是难能可归的 但文帝想乘车 平时行事 有大臣指出不妥之处 文帝问 是难能可归的 平时行事 上前族者 加油千金的人 就做时 我靠近屋檐 加油百金的人 战力时 加油百金的栏杆上 加油百金的人 现在 陛下放纵驾车的陆匹马 总高坡上奔驰下来 假如有马匹手精不去冒险 加油百金的人 怎么对得上奔驰下来 假如有马匹手精立即缓行下山 陛下纵然看见自己 怎么对得起高祖和太后体 文帝听了 约束自己的行为 这是文帝的客气 也是他的凶环 冯堂义老李广南风 和文帝和冯堂的客气 更是一段流传的凶环 和文帝听见冯堂的建议 约束自己的行为 这是文帝的客气 问他老家在什么地方 冯堂说自己老家在代帝 这勾起了文帝 这是文帝的可及 也是他的凶环 就和冯堂聊到了当年 能听到的道过名将的故事 约束自己的行为 这是文帝的客气 也是他的凶环 还担忧什么凶环呢 约束自己的行为 这是文帝的客气 也是他的凶环 能听取大臣的建议 约束自己的行为 面对冯堂的冒犯 文帝十分生气 但也没有追究 驱车离开了 能听取大臣的建议 文帝越想越轻 这是文帝一把年纪 也是他的凶环 我好意问问 他竟然说 我有名将也用不了 约束自己的行为 这是文帝的客气 可是事关名叫 也是文帝觉得 还是有必要再问问 于是文帝 照冯堂进攻问他 这是文帝的客气 也是他的凶环 李牧那样的良相 能听取大臣的建议 约束自己的行为 这是文帝的客气 同堂说 我认为陛下法令太严 能听取大臣的建议 约束自己的行为 这是文帝的客气 也是因为上报敌军首级 错了六个 皇上就将他打入大脑 切去诀问 这是文帝的客气 由此看来 皇上即使得到连颇 李牧这样的良相 也不会用 约束自己的行为 这是文帝的客气 当天就派佛的凶环 赤节赦免了魏上 再次任用魏上尉 约束自己的行为 这是文帝的客气 不知激励了多少人 苏东坡被贬命中时 曾写道 约束自己的行为 这是文帝的客气 也是他的凶环 约束自己的客气 能听取大臣的建议 约束自己的行为 这是文帝的客气 也是他的凶环 这是他的幸运 能听取大臣的建议 约束自己的行为 这是文帝的客气 也是他的凶环 开疆拓土的艰辛 也没有经历 儿子汉景帝 薛藩文强一生 平稳顺盛 他没有经历 父亲刘邦 这是他的幸运 也是他的恭敬 也没有经历 司马迁平 薛藩文帝 得知圣烟 即和清海燕 约束他的功绩 司马迁平 扎汉文帝 得知圣烟 既不仁在 清遥伯父 汉文帝 发展生产 是全国上下 呈现出 伯父民墙的景象 他力行截减 穿草鞋上朝 伯父 龙袍打补丁 是全国上下 传出 伯父民墙的景象 霸凌的陪葬品 他力行截减 穿草鞋上朝 龙袍打补丁 克制私欲 不修袁 丧失从前 为天下人做表率 穿草鞋上朝 他拒绝了 他最深的千里马 克制私欲 不坦失望 完全是靠他自己 一步一个脚印 走出来的 命运层 天上掉线笔 你也要有足够的实力 和本事 才能接得住他 与其手足带兔 早期待好运的降临 天上掉线笔 你也要有足够的实力 和本事 才能接得住他 与朋友们共勉 好了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今天分享到这里 让我们一起 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最后 在YouTube和Facebook上 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 在YouTube和Facebook上 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 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竹子期待 与您好的自己 你的互动 最后 感谢你的收看 在YouTube 我们下期 在YouTube和Facebook上 再见 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 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 竹子期待 与您好的自己 你的互动 最后 感谢你的收看 在YouTube 我们下期 在YouTube 在YouTube